2020年,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,一定是近几十年来最特别的一年。 最近,牛津英语字典依照传统发布了今年的年度热词,就是由于今年发生了太多重大事件,年度热词也从原先的一个一下子扩充到了十个。 年末将至,我们就跟随这十个年度热词来回顾一下艰难的2020吧。 我们直接开门见山,先来看一下这个热词分别是什么吧。 Bush fires,山林野火,COVID-19,2019年冠状病毒病,Work from home,在家工作,lockdown,封城,circuit breaker,断路器,指短暂快速的封城已隔绝疫情扩散, Support bubbles,支持泡泡,除了同住在一起的人以外,还能够有近距离肢体接触而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同一组群体,能够发挥社会和心理支援的功能。 Key workers,关键岗位员工,Furlough,留职停薪,Black leaves matter,黑人的命也是命,moonshot,摄阅,用来形容极具野心和创新的项目。 怎么样,观众朋友们,看了这十大热词,是不是仿佛2020年重新从你的眼前像电影一样的再次播放出来? 牛津字典负责人格拉斯沃也表达出了自己心中的一个关键词,那就是前所未有。 他表示,从一个语言的角度来看,他从来没有看过像2020这样的一年。 随着时间推移,牛津字典团队一直在上百个新词热词中不断评选,有好几十个随便拿到任何一年都能轻松成为那一年的年度热词。 他还说,2020年是史无前例的,而且又带点讽刺意味,2020年发生的事让我们无语,但却又出现最多热词。 光是pandemic,全球传染病大流行译词,2020年使用次数就增加了超过百分之五万七千。 接下来,我们来分类解读一下这些上榜的热词。 首先就是2019年出现,2020年开始爆发的冠状病毒相关热词。 牛津字典的报告说,冠状病毒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,过去主要被用在科学和医疗专门领域。 但是今年4月,这个字成为英语中最频繁使用的名词之一。 到了5月,COVID-19出现,成为一个专有名词,取代了统称冠状病毒,成为了最热词。 这还没完,今年3月,新冠病毒全球扩散之后,COVID-19相关词热读迅速上升, 包括封城、断路器、shoulder in place、就地避难、支持泡泡、口罩、PPE、个人防护装备、关键岗位员工等, 都成为热门词汇。 与此同时,戴口罩、反对戴口罩等口罩相关的词汇出现频率也急速上升。 Super Spreader,超级传播者一词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,但是在新冠疫情下又重新出现。 10月,美国白宫出现疫情时,这个字使用次数突然飙高。 涉月也不是新词,但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大规模新冠病毒检测项目而再度出现。 接下来这一类其实也是拜新冠疫情所赐,那就是科技和远程办公类相关热词。 今年3月后使用次数成长3倍。 Zoom远程会议软件风行各国,静音和取消静音也成为今年热词。 Workcation,休假时继续办公和Staycation,在家休假或在国内休假也是今年热词。 这两个热词的使用率分别增加了500%和380%,第三类则是社会运动、社交媒体和整治相关热词。 这类热词基本年年都会出现,但是今年热度肯定排在了疫情之后,不过依旧有一些举世闻名的大事件发生。 首先就是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后,黑人的命也是命或BLM迅速成为热词。 接下来就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来临,阴谋论的使用次数几乎加倍。 Q&R,匿名者Q,美国极右翼阴谋论,一词也增加960%。 在选举初期,impeachment,弹劾,acredal,宣告无罪,使用次数增加,到后期与投票相关的词汇,mailing,邮寄选票和2019年相比增加3000%,cancel culture,取消文化,不再支持那些言行不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公众人物,使用频率大增。 有意思的是,脱欧Brexit一词在进入最关键时刻阶段时,热度反而降低了80%,可见今年这类话题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。 第四类则也是近几年来一直持续走热的话题,那就是环境。 但是,也是由于新冠疫情和其他重大事件,今年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降低,但Anthropos,人类暂停这个词则成为热门词汇。 他形容,因为全球传染病大流行而导致全球旅游和人类活动大幅度衰退,及其后续影响,例如光污染和噪音污染下降。 牛津大学出版社说,他们往往会使用时证数据来探究今年的语言发展。 也就是说,以上这些热词能够榜上有名,是实打实被全人类用出来的,所以,这也充分反映了2020这一整年发生的所有大事。 显而易见,今年的词语都显得非常沉重,或许给大多数人都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。 但是,生命或许本就如此,大起大落才能凸显出精彩与绚丽。 有了2020年的衬托,我们的2021岂不将会是非常美好吗?让我们一起期待吧!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,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!